看字母哥,我感觉字母哥他不至于外界传言什么这个,你比如说有什么最新消息啊,跟什么希腊记者这个关系挺近,你这哪来的消息,那这帮人都是卧底啊,都是无间道啊 我感觉呢,更有可能的还是捕风捉影,熊路对这个消息控制说白了,只有近人他才能够了解到实情 至于说什么身边这那的捕风捉影一系列小,有可能是烟雾弹的,配合打个烟雾弹甚至都有可能 什么这种哥一定无法处战,没有结构性损伤,一定无法处战,前两场比赛如果不打,今年相当于拱手送人 绝佳的一次整关几遇,对于这种哥来讲呢,他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现在阶段既然说没有结构性损伤,我就是扛了一镜上病,在场上逐渐适应,我也得打 如果不打,错是历史性的给予,面对西部最近二十年以来,最弱的一支代表队,确实这样 克里斯保罗整个直接生涯,克二轮是不是这样,一直以来在高级别比赛,表现相当无能 哪次不掉链子,今年呢,这玩意属于什么呢,机缘巧合呀 对手伤病情况太过于严峻,导致这种这个太阳队上去了 德文布克德安德莱顿都是小年轻,二十出点头,你像这种都是没有真正步入巅峰起的这种球形 克里斯保罗呢,远远过了巅峰起,近二十年西部最软的一个代表队 这种良机一旦错过,那就永远错过 接下来再打,就算说熊主队还有机会在东部突出重围 西部就这帮人,小年轻本身挺可怕 接下来呢,各路人马呀,纷纷积极备战,那可能说熊壮的兵马一旦说重新集结呢 届时正贯难上加难,考虑到这种队一直以来有技术短板 很难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迭代与进化 所以今年这个机会必须得保护住 对于这种队来讲呢,前两场总决赛 休战任何一场,给自己留下的都会是无穷无尽的悔恨 未来可能说职业生涯,追踪完结啊,那会他都会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提前阻担,有时候就怕后悔 你往前拼了一把,带伤你上场了 尤其没有结构性损伤嘛,带着伤你上场了 最终败了,你内心当中没有悔恨 因为伤病是比赛第一部分,我点着背 而且今年不管我点着背,因果报应啊 这玩意儿甭管是什么 反正说其他球队也都点着背 你要说遭遇伤病的话,这玩意儿你得认命 但是呢,当你伤情没有那么恶劣的时候 起码没有结构性损伤 你面临选择的时候,是前进还是后退的 前进就算说数据表现不佳 被外界诟病,你比如说詹姆斯哈登 其实哈登今年的选择,对于他个人来讲 也是一个经过权衡之后的最佳方案 我往前一步,最多是被外界诟病 我往后一旦说退一步 那就是内心当中备受煎熬,自己无法原谅自己 那你外界是否原谅我呢,这是外界观点 就怕自己无法原谅自己 悔恨伴随终生 所以志姆哥我感觉没有结构性损伤啊 前两场比赛不能往后退的 往后退一步 总结在双方见实力天平原本没有那么悬殊 退一步 退不起 与其留下无尽悔恨 是 但是